她与方艺山是同父异母的姐弟 她是原配之女 方艺山是田房之子 她从小就没少在继母手底下吃苦头 出嫁时 曹太和还未发继 只是个小小五官 在方家那等的书香名门看来 曹家绝不是门好亲事 但她的继母还是把她嫁过来了 她跟娘家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跟嫡之那边的来往反而更多些 直到曹家发达 方家却日渐是微 她在嫡之堂兄弟姐妹们的劝说下 跟娘家兄弟来往的多些了 又把女儿送去方家女学求学 这才维持了情面上的交往 在她心里 无论她对那个兄弟有多少不满 她依然是她的娘家人 如今娘家人闯出了这么大的祸 叫她如何不难受 她更担心的是 方艺山连累了她自个儿的家 不要紧 万一连累了方氏一族 连累了曹家 那岂不是糟糕透顶 曹太太低头暗暗抹泪 张氏健壮便同情地叹道 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即使不为自己的前程着想 也该想想家中的妻儿 那些逆贼已是穷途陌路了 能苟延残喘便是大福气 她远该远着些的 为何要跟那些人来往 为何不上报朝廷 皇上对方家不保啊 她怎能做出这一等不忠之事 难不成是为前些时候 被贬斥而心生怨怼 可那本就是她犯错在先 皇上从轻法落 已经是恩典了呀 曹太太哽咽道 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我已经外嫁多年 跟他们夫妻来往也不多 并不清楚她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若早知她跟逆党有关系 我早就告诉我们将军了 张氏听了叹口气 问曹太夫人 上头可定了要如何处置 曹太夫人摇摇头 人是已经死了 据说是半夜里 官兵与逆贼打起来的时候 死于乱兵之中 但她的罪行确凿 就算死了也没用 若是皇上宽人 愿意看在方家先祖的功劳份上 从轻法落 那大概只有她一家子遭殃 若是皇上动怒 要好好发作一番 只怕方家上下都不得安宁 我们家算是走运了 因太和参与缴腻 立了功 彻底跟这门殷亲撇清了关系 否则也要脱层皮呢 我已经嘱咐过他们 不要跟方家太过的亲近了 当心惹祸上身 张氏能理解她的顾虑 缓缓点头 赵秀听到这里 不免为方人猪担心 方崇山贬了几宁知府 本以为一家人从此能得享太平 没想到会被族人连累 但愿她不会受罪 不过迟些日子那场聚会 只怕她没有来游玩的心情 提起方人猪 赵秀不由得留意到 曹罗竟没有出来见客 她小声地问道 曹姐姐今儿这么不见 曹太夫人文言一令 皱着眉看下儿媳 曹太太的表情有些僵硬 她还要上学 曹太夫人沉下了脸 我早吩咐过 你们暂时别跟方家来往太多 你怎的还要将她送去方家上学 方家出了这样的事 哪里还有心思给姑娘们上课 你是糊涂了吗 曹太太又红了眼圈 起身低头回答 媳妇只是担心 他们还不知道我兄弟的事 因此就打发了个心腹的婆子 过去说一声 无论有什么变故 他们也好早日想想应对之法 曹太夫人瞪了她一眼 吩咐下去 赶紧打发人去方家 把姑娘接回来 婆子们应声去了 没过多久就有人来抱 姑娘回来了 曹罗提前从方家回来 看着脸上还带有几分金黄之色 勉强冷静地给祖母母亲 还有客人张事行了礼 又与赵秀问了好 方才坐下 赵秀有些担心地走到她身边 拉起她的手 曹姐姐 你脸色不好 这是怎么了 曹罗恍恍然地掩饰 我没事 曹太夫人叹了口气 唉 你只管说吧 赵老夫人跟秀姐都不是外人 曹罗一听 眼泪就冒出来了 我在方家大舅舅那里 瞧见官兵过来把舅母 表哥与两位姐妹带走了 舅舅家的下人 吓得都在那里哭 不知该如何是好 其他族人也都慌慌张张的 大舅母和三舅舅 下令所有人严守门口 不得出行 然后就让我赶紧回来了 曹太太忙问 我让陈妈妈跟你过去 陈妈妈可见过你舅母了 嗯 见过了 可是舅母叫我出去 我不知道他们在屋里说了些什么 就听到舅母一直在哭 而表姐以为 是我们害舅母哭的 生气地把我和陈妈妈都赶出来了 我只好到大舅舅家去 先生刚到 还没上课呢 官兵就来了 他害怕地问曹太太 母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曹太太闭口不语 曹太夫人叹道 唉 瞒着孩子有什么用 若你没让他瞧见也就罢了 既叫他瞧见了 自然该跟他说个明白 又不是小孩子了 事关他舅舅 总要叫他知道个好歹 你不想开口 就下去吧 跟你那些心腹们说话去 我来跟罗姐说 曹太太低着头 行了一离 又向张氏告了罪 便退了下去 曹太夫人招手示意 曹罗坐在跟前 将方艺山犯的事 简单地说了 然后说道 那些是嬴王余孽 你舅舅跟着他们做事 就成了谋逆罪人 这是持不赦的重罪 你舅母和表哥 表姐妹会被带走 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 看官兵只带走了 你舅舅家的家眷 并未涉及方家其他族人 向来皇上 以示法外开恩 并未打算牵连 其他方家人 你不必太过担心 你舅母他们 据是妇孺 你表哥也还未满十五 想来顶多 也就是个流放的罪责 说不定还能赎回来 只要能保住一家子性命 就是大幸了 曹罗听了 心中害怕极了 也担忧极了 脸色都煞白一片 曹太夫人便对赵秀说 你们年纪相仿 平日也说得来 且到李家说话去吧 好孩子 我们罗吉儿胆小 你多开解开解他 赵秀应了声 拉着曹罗进了李家 曹太夫人看着孙女的背影 叹了口气 对张氏吐槽道 方四太太也是糊涂 我们家因太和之故 比旁人得信早些 我那媳妇 虽然跟弟弟弟妹不合 但心里是有娘家人的 才会特地地打发人 过去报信 那方四家但凡聪明些 就该在得了信的时候 立时非报族人 让他们想法子去 他却只顾着哭 说不是我媳妇派去的人 直到原委 只怕方家其他人 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呢 想要救人 也无处救去 我看方家这回 是要大伤元气了 张氏说道 他们家先前 也不是没人犯过事 向来不至于上筋动骨的 谁知道呢 曹太夫人不以为然 一家一族里 只有一人是逆党 还能说是他自个儿糊涂 接连出了两个 叫皇上如何相信 他一族的忠心 方家日后 是休想再成什么气候了 我看方崇山 早早到了地方上 也是件姓氏 好歹撇清了关系 李尖 曹罗不在长辈们跟前 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个怎么办呢 谋逆重罪 这是要杀头的 赵秀安慰他 没事的 你舅舅人已经死了 他是首犯 家眷想来只是受牵连 既然连族人都没关系 你们家身为殷亲 也都好好的 连他家家眷 顶多就是流放了 你族母不是说了吗 可以花钱赎回来的 你看我们家那几个 出了足的亲戚 当初熟回来后 过得多么逍遥 都能给我们家添麻烦了 可见你舅母和表姐妹们 也会无事 顶多就是今后 没以前风光了 要挨些白眼 横竖他们从前 也没少给你白眼 你也不必为他们难过 曹罗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其实这个舅舅一家 对他也没有多亲近 虽然他与方二姑娘 方四姑娘才是表姐妹 但他跟方家 其他几房的女儿 更要好些 心里再难过 也是有限的 他倒是想起了一件事 大表姐的婚事 只怕是有麻烦了 虽然大舅母说 舅舅死得不光彩 后事也只能悄悄办了 但方家是手里的人家 该讲的规矩 还是要讲的 你大表姐跟舅舅的关系 他要为阁房的叔叔 至少手上三个月的笑 只怕不能在七月出嫁了 赵秀挑挑眉 不过是三个月 推迟不了多久 我们的小聚会怎么办 方五姑娘来不了了吧 你呢 曹罗皱起了一张小脸 我也不能去了 对不住 本来早就说好了的 没事 等事情过去了 你几时来玩都行 横竖咱们都在京中 两家又这样熟 来往也方便 不过方五姑娘怎么办呢 她姐姐要是推迟婚事 那她和她娘是先去挤宁 过几个月再回来办婚事 还是等办完了婚事再处罚 我问问她好了 方家如今紧闭门户 曹太夫人又吩咐了 暂时不许家里人跟方家来往 让曹罗去问方人珠 未免太过难为她 赵秀便说 还是我去问吧 你舅舅的事 想来无论如何也牵连不到我身上的 正好 我还有几本书在方五姑娘那里 借口拿书 送封信过去就好了 这其实是她为了高真联系方三爷方便 才想出来的借口 如今局势变化 也不知道高真 还打不打算继续使用这个联系方式了 赵秀心想 等回到家里 就给王府送封信过去 正思索间 外间的张事 忽然发出了惊呼 什么 你说广平王世子 昨晚上受了伤 赵秀猛然站起身来 冲了出去 祖母 您说什么呢 曹太夫人 恶然地看着她 赵秀立刻反应过来 自己失态了 连忙地掩饰 方才我在里头没有听清楚 祖母惊叫什么 谁受伤了 张事忧心忡忡地回答 是广平王世子 方才太夫人说 曹将军今儿早上回家时提起的 昨夜里的事 世子也参与了 跟那些逆党交手的时候 被人暗算了 受了伤 也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 赵秀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脸都白了 曹太夫人若有所思 太医江城 小心地为高真 重新包扎好伤口 留下几瓶自制的特效药 嘱咐了用法用量后 方才退下了 外人一离开 一时面带忧色 端坐在旁的广平王 就恢复了平静 他问儿子 真儿 你当真要借着受伤的理由 向皇上请辞吗 你这伤其实并没有多重 只是外头看着吓人罢了 江城虽然是我们王府用惯的人 但他也是太医 你的伤情 他是定要向皇上禀报的 可需要我嘱咐他在皇上面前 为你隐瞒一二 高真摸了摸右肩上包扎好的布条 微微一笑 皇上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我只是想让他明白我的想法罢了 所谓请辞的理由 不过是用来糊弄外人的 广平王沉默了一下 语气有些晦涩地说 我知道你心里定然不高兴 皇上从小就急疼你 你对他也是一向敬重 这回觉得受了他的算计 因此找脑了吧 微夫心中何尝不感到失望 只是往好的地方想 他好歹只是想断了你的青云路 没打算害了我们父子的性命 就已经是极难得了 横述我们父子对那把椅子根本不在乎 他那些小心思又伤害不了我们什么 你又何必这样的在意呢 高真冷声道 我是对那把椅子没有兴趣 可是我不想让自己变得生名狼藉 一个有好名声的皇族子弟 未必会对皇位的主人有任何的坏影响 但一个名声不好的皇族子弟 却很容易被皇室与朝臣推出来做替死鬼 什么天在地动都算在我头上了 好像把我杀了 就能解决所有的麻烦似的 若真有那一日 只怕朝野中不会有半个人来替我求情 我岂不冤枉 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子孙 陷入如此不堪的境地 皇上的皇位 确实是从父王手里转来的 他能登基为帝 也有我们父子的功劳在内 谁也别想否认这一点 我们安安分分地做个闲散皇族 他想要人均的名声 就得好好对我们 这很难为他吗 广平王叹了口气 唉 你皇叔不是那样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若他只是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为父王报仇 我很感激 若他不想让我从此投掷闲散 受人轻视 就给我权柄 让我从此不惧人欺凌 我也会衷心感谢他 可是 洗个密探头子的身份 去查世家大臣的密心 还不是正直 全部在我手 却要我单感谢 这也算是对我的信忠吗 前朝的厂位头子 有几个能得善忠 我才多大年纪 就要为他得罪天下 沾染满手的血腥 他怎么不让他儿子 来做这种事 广平王只有叹息了 唉 好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 横竖拒官的话 已经说出去了 趁着养伤的机会 你且好生歇上几个月吧 皇上那里 我去跟他说 高阵低下头 眼圈微微的红了 父王 儿子不明白 儿子 心里难受 广平王心里也不好受 他伸出手 摸了摸儿子的头 没事的 你皇叔会想明白的 一切 不过是个误会 皇帝派了人来接广平王进宫 高真还老大的不情愿 广平王只是微笑 你好生养伤 父王到宫里 跟你皇叔说上几句话 晚上就回来了 目送父王的背影远去 高真面无表情 他扫视一眼空旷的院子 直觉的百无聊赖 他还在养伤 不方便出门 连父王都不在家里 叫他如何打发时间 正烦恼间 下人忽然来报 简南侯府老夫人 与大姑娘过来了 高真惊喜地 从木炕上翻身而起 什么 快把人请进来 张氏与赵秀 是直接从曹家过来的 听闻高真受了伤 祖孙俩都没心情 继续坐在曹家闲聊家常了 没过多久 就告辞出来 直奔广平王 路上还打发人 回建南侯府 给赵伟报了信 高真面带笑意 一脸轻松地 在自家院子门口 迎接了张氏与赵秀 赵秀原本听说 他受伤的事 心里还满是忧虑 跟他 乍一照面 发现他右肩上 还包扎着厚厚的白布 白布下隐约可见血痕 脸色都白了 伤得要紧吗 你出来做什么 赶紧回房间躺下 高真笑的 不妨是 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赵秀反驳道 你伤的是肩膀 还是惯用手的肩膀 这叫皮外伤 就算只是皮外伤 伤员也不该到处乱跑的 你跟我们客气什么 两家常来常往的 你何必亲自迎出来 万一碰到沙口了 怎么办 高真心中微甜 笑着说 当真是不妨事 太医还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这话连张氏都不信 柿子别哄我们了 你是有伤在身的人 哪个太医会说这样的话 你说出个名字来 我老婆子到太医院骂人去 我老婆子到太医院去